这传法最短的应该就是耶稣 耶稣收了门徒 十二门徒以后呢 他也不过是说法三年 就被定十架 定在十架上 好辛苦 三年能够讲什么 当然没有办法讲什么 但是你知道 耶稣是穿红色的衣服 红色 耶稣的像一般来讲 他有穿白色的 还有穿红色的 他的句句名言 都是非常好的 其实他跟 他的圣经里面的几句话 都跟我们佛教有点关系 我讲过 右手做的善事 不要让左手知道 这是耶稣讲的 这个就是三轮体空 耶稣他懂得三轮体空 穿白色的 是白教 穿红色的是红教 那时候的 教派是这样子 灵马派是穿红色的 穿白色的是白教 是属于这个格局派 那 耶稣所讲的 人家打你的右的耳光 你左的耳光也要给他打 这个就是忍辱 不只是忍辱还是精进 耶稣所讲的 人家拿你的外衣 你连内衣都要给他 这个就是布施 耶稣所讲的 这个富人能够上天堂 就如同骆驼穿针孔 不太可能 你跟金钱有了瓜葛 你很富有 你每天忙于盈利 盈利赚钱 盈利赚钱 你没有时间修行 所以耶稣讲 富人穿上天堂 如同骆驼穿针孔 他举句名言 做生意 名义于金钱 名义于名位的 你要得到名位 像要当这个领导 这个国家领导人 或者当国家的 这个总统领袖 或者要当高官的 哪有时间去想到修行 那个也是 耶稣讲骆驼穿针孔 我讲这个很有前世的人 就是从犀牛穿针孔 是我讲的 犀牛要针孔也是很困难 所以最好的行者 是能够放下一切 才能够有成就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